第375章 没人敢接的任务 斩杀了管元武之后 叶西文直接抽出他的神魂 以搜魂大法查看他的记忆 明了了他存放那些多年掳掠来的财富的地方之后 直接捏爆了他的神魂 没有丝毫的同情 这种人渣死不足惜 而这就是叶西文的态度 斩杀了管元武之后 叶西文回到了桃花谷中 这时候桃花谷已经被破坏的七七八八了 原本弥漫的桃花瘴气也都泄露一空了 没有了桃花瘴气 这些罪字都是真道级别舞者的女子 纷纷清醒了过来 叶西文回去的时候 众女穿了衣服 相拥而泣 多谢恩公 拯救我等出火海 众女齐齐说道 这些女子都是极美的人间角色 各个梨花带雨的模样极为动人 如果没有叶西文的话 他们最后的下场 只能是被吸干了 因缘之后变成人干 这种事情他们见得多了 不必谢我 你们赶紧离开吧 哎 叶西文叹了口气 一只大手抓出 附近房源几十里的灵气 瞬间被叶西文抓涉到了手中 下起了漫天的灵气 那些饱受创伤的女子 在这些雨水之中迅速恢复了怨气 有一些干脆还直接突破了 这是叶西文从天皇再生树上学得的神通 大范围的治疗 只是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机会用救世了 多谢恩公 多谢恩公 那些女子千恩万谢而去 叶西文找到了 从管源武记忆之中找到的那些管源武的财富 管源武的财富 基本上都放在了桃花谷之中 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法宝 没有打开的手法 详形打开的话 这个桃花谷就会直接爆炸开来 管源武的阴险由此可见一般 不过现在他的诸般谋划都没有了用处 财富也都落到了叶西文的手中 这些年来管源武洗劫了不少的门派 但是他挥霍的也快 基本上是有多少用多少 因此也只剩下了两千万枚灵丹左右的财富 其中只有一千万枚是灵丹 剩下的都是一些真奇异宝之类的 还没有脱手 虽然只剩下了一千万枚灵丹 但是也算是小发一笔了 算上报酬九百万枚 这一趟起码收获了两千万枚灵丹 算是不错的了 叶西文也没有客气 大手一抓 那些灵丹瞬间开始燃烧 化作一道道灵气的长河在天空中流淌 然后被叶西文给吸收进去 随着灵气长河奔腾而去 叶西文体内开始沸腾了起来 尤其是那个神秘空间 吸收了大量的灵气 开始不断的散发出一阵阵五彩的光芒 叶西文几乎全部都用来推演盘龙长 在原本乾隆出渊 神龙百尾 密语不云的基础上 又推演出震惊百里 获阅渊渊两招 叶西文整个人几乎都犹如化成了一条金色的大龙 仰天长啸一般 叶西文的气息比起之前更是强悍了许多 盘龙长一共有九世 九世级数 也是天地间至刚至阳之数 和龙的命数相合 推演出了震惊百里和霍阅渊渊之后 叶西文刚刚得到的一千万枚灵丹也就消耗的差不多了 虽然盘龙长九世没有高下之分 但是事实上 因为盘龙长还不完全的关系 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出威力 而随着推演出来的招式越多 威力也就越发的恐怖 彻底展现出恐怖的威力 推演出五招的盘龙长和三招的盘龙长 几乎可以说完全就不是一回事了 叶西文推演出了盘龙长两招之后 又收了桃花骨 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的法器 虽然还不到伟圣器 不过也差不多 差的就是圣镜高手将自己的法则缠绕道上面 形成真正的圣器 天元镜自然是不同的 天元镜本身就是至高道器 极为了得 现在不过是恢复罢了 只要恢复到了一定的阶段 半圣法则 圣镜法则都会自动缠绕上来 根本不需要叶西文担心 叶西文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让天元镜吞噬了这个桃花骨 虽然未必能一下子突破 但是总归是朝着圣镜方向突破了就是了 吸收了桃花骨的天元镜身上 竟然散发出一阵阵桃色的光芒 不过随即又被写光代替 说明桃花骨已经被天元镜完全给吸收了 哈哈哈哈 叶西文 这样的法器多吞噬几个 我要恢复到圣气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叶末哈哈大笑说道 笑声酣畅淋漓 叶西文笑笑 立刻张开恶魔之意 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天际之中 半天的时间之后 叶西文才回到了真武学府之中 交了任务 什么 你竟然完成了 那个给叶西文发布任务的传奇大圆满境界的高手 难以置信的看着叶西文 难以置信叶西文竟然真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并不是他小看叶西文 能位列天骄的人 又岂是等贤 但是位列天骄是一回事 但是叶西文修行的时间太短了 等贤传奇大圆满也就算了 但是偏偏是管元武 管元武的名头在传奇大圆满之中 也是非常响亮的 最出名的就是他的身法了得 一般人根本追不上他 就算是一般的半圣都追不上 这才让他逍遥了这么久 追得上也未必打得过 什么 那管元武 居然真的死在了叶西文的手上 这叶西文也太厉害了点吧 那管元武是老牌的传奇大圆满 许多半圣都追不上他 而且那管元武狡诈无比 一旦出事 立刻就逃走了 怎么可能会被他斩杀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这些天骄真是一个比一个厉害 都不负天骄之名啊 嗯 叶西文点点头 拿出了证物 虽然说管元武已经被叶西文斩杀制扎 但是搜集点证据还是没问题的 确认过叶西文拿出来的证据之后 那个功德殿的弟子还是很快给叶西文拿出了奖励的九百万灵丹 说道叶石帝 你这次算是做了一个好事了 这管元武作恶多端 早就该死 叶西文点点头 然后说道 我还要继续接任务 什么 你还要接任务 那个弟子望着叶西文有些难以置信 一般来说 这种任务都是非常难以完成的 毕竟对方也不是什么软柿子 可以随便捏 要完成的话 往往自身也会有比较大的损伤 这种任务一年也就能接几次罢了 但是叶西文不一样 管元武根本连伤到他都不能 根本没受伤 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修整之类的了 叶石帝的实力 让人佩服 那个弟子说道 看起来叶石帝应该是极缺灵丹 又有极强的实力 这样吧 我推荐一些 常年累月都没有人完成的一些任务 那弟子拿出一张任务列表 叶西文扫了一眼 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些任务 常年累月都没有人能完成了 这些任务之中 虽然标明了都是传奇大圆满可以接的任务 但是传奇大圆满也分三六九等 这些任务之上的人 几乎各个都是修炼了五六百年以上的 几年老魔头 等贤的传奇大圆满过去 甚至都不够给他们送菜 这么些年下来 就慢慢积攒了下来 不过任务都是非常的丰厚 几乎各个都是超过千万灵丹的 甚至对多的一个多达三千万灵丹的报酬 最高的那个之所以报酬这么高 就是因为曾经斩杀过天骄 上一届一个天骄也想完成这些任务 结果反而被他给斩杀了 一时间名声大噪 虽然只是传奇大圆满 但是面对等贤半圣都能逃走 和他相比 管圆五根本不算什么 这些任务都是非常危险的任务 虽然标明是传奇大圆满的任务 不过保险起见 我们往往都是只让半圣去接的 不过夜市地实力如此之强 如果急需灵丹的话 可以试试这些任务 那个弟子解释说道 一般人接这种任务 那只能是找死 他不过看夜西文 看起来应该有足够的实力 才推荐给特巴勒 这些任务我都接了 夜西文开口说道 什么 你都接了 夜市地虽然你实力很强 不过这么多 那个弟子间夜西文这么说 也有点傻眼的感觉 这些任务中的人也都是凶名赫赫 就算是以他们的实力 也都不敢去接 也就是想想而已 就算要接 也往往要纠集起一群人一起出动 而这夜西文难道就打算这么单枪匹马的 把这些任务都完成了不成 那个弟子张张嘴 原本打算劝劝夜西文 不过突然想到 夜西文这才不过是几天时间 就把几十年没人完成的管原武的任务 给解决了 当然 他不知道 夜西文解决管原武并没有花什么时间 主要的精力都是放在赶路 以及打听管原武所在的消息的事情上了 那好吧 既然如此 我给你登记一下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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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